好,在看完了生死端语之后,咱们来看看课文部分 首先呢,咱们把这个标题再看一看 这标题叫Royal Espionage 这个Espionage生死中讲过了 叫间谍或者是谍报活动 那么看看什么叫Royal Royal是个形容词,表示国王的或者王室的 你比如说The Royal Palace 表示王宫或者是皇宫 就国王住的这个宫殿 再比如说The Royal Air Force 英国的皇家空军 这空军是归国王的 The Royal Navy叫皇家海军等等 这是国王的或者王室的 它的同根的名词呢 就在后面加TY就好了 大声先读一遍 Royalty Royalty 这个词做名词意思很多 其中有一个含义可以表示 版税在当代用得多 就是这个书出版之后 每年呢可能出版社给作者的版税 叫做Royalty 但同时呢它也可以表示 王室成员 就是国王的一家子 国王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二姨父六舅们 对不对 都放在一块就是Royalty 但这个词是一个通称的 这么一个集合的词 不可数名词 还是不可数的 咱们看个简单例子 A shop Petronized by Royalty 就是一个由王室成员 来光顾的这么一家商店 这个Petronize 是过去分词 当后制定于修饰 这个商店 王室成员 注意Royalty 是不可数的 咱们顺便再记住 光临会顾 这个集合动词 把字母D去掉 读一下动词原型 Petronize Petronize 叫光临会顾 再短一点呢 把后面的IZ再去掉 变成名词 就是老顾客 再来一遍 Petron Petron 老顾客 或者常客的意思 这是这个Royalty 和Royalty 有一组行进词 就是忠诚的 还有名词忠诚 咱们分别再读一下 先读第一个 忠诚的形容词 Loyal 再读一下名词 咱们先来看一看 这个语法成分的分析 第一行 白颜色的是 句子的主干结构 他说 阿尔弗雷德大帝 亲自充当自己的间谍 这个Fs 咱们一会儿会讲 可以表示 临时担任某个工作 阿尔弗雷德 他的本职工作 是当皇上的 而当间谍 是玩票 当票游了 临时担任这个工作 后面这个黄颜色的 visiting 一直到剧末 这是一个非为动词 当作伴随壮语来用 他同时的这个动作是什么呢 就刺探到了丹麦人的 他的军营 营地里面去 是怎么去的呢 大家注意 在里面又牵套的 另外一个非为动词 就是 disguised as a minstrel 就是装扮成了 引游歌手的模样 minstrel是表示 这个浪迹天涯的 引游歌手 在这里面 disguised是极物动词 把某人装扮成 所以在这 用过去分词 因为它是被装扮成了 引游歌手的模样 在这里面 是做方式状语 来修饰第一个 非为动词里面的 visiting 里面的动词 visiting 怎么到那去的呢 装扮成了 引游歌手到那去的 所以内层 这是内层的 非为动词 修饰 visiting 而visiting 整个非为动词呢 修饰前面的act as 它组组一个 伴随状语 而内层的这个呢 是一个方式状语 就好了 这是语法成本的分析 下面我们先看一看呢 这个背景 Alfred the Great 这个哥们到底是干嘛的 咱们先看一看 大致介绍 Alfred 叫阿尔弗雷德 King of the West Saxons 就是西萨克姓人的 当时的国王 我们知道这个英国 在公元 这个八百多年的时候呢 这一般就像一个 破碎的一个入殿一样 它有很多小的 这个诸侯国 就像类似于中国 当时春秋战国时期 当时呢 Alfred the Great 是西萨克逊人的 这个他们的国王 我们知道当时 最早的英国白人 是德国北部 昂鲁萨克逊 朱特 三个部落到那去的 他是西萨克逊的国王 He is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figures of English history 他在英国历史上 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了 他有什么个杰出法呢 咱们来看一看 进一步的介绍 He is the only ruler to resist Danish invaders that is Vikings successfully 这英国 咱们在前面通过 那个例句看到 英国在历史上呢 一直都是遭到 这些北欧海盗的勤扰 特别是来自于什么 一些什么丹麦呀 挪威呀 冰岛啊 这些北欧海盗呢 因为天天打仗 是骁勇善战 一般英国人打不过他 但是阿弗利德 是他是唯一的一个领袖 能够带领着当时萨克逊人呢 抵抗丹麦人的入选者 That is 那的经常给他的引出 同位于了 就是北欧海盗 成功地抵御了 北欧海盗的 唯一的这么一个领袖 就是一个在 人们心目中的 这个也很受拥戴的 这么一个著名的国王 骁勇善战 并且呢怎么样 Alfred made his kingdom the rallying point for all Saxons all the Saxons that's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England 阿尔弗雷德 使得他的这个王国呢 成了这个所有萨克逊民族的 这个团结集结的 这么一个时间点 这个rally 本来做名词 可以表示政治性的机会 大规模的机会 所以动词 可别是集结 集合到一块 rallying point 就是集结的时间点 就是他在当国王 其一期间 把所有的萨克逊人 团结到一块了 thus 那是从而 从而 thus一般在doing 就从而会怎么样 加个结果状语 从而呢 为英国的统一 奠定了基础 he was recognized as the first king of England be recognized as 咱们前面讲过 大家还记得吗 被称为叫 被公认为是 这个答题叫 被公认为是 他被公认为是 英国的第一位国王 这第一位就好像 中国历史上 秦始皇一样 today his name still carry standard alfred the great 到了今天 他的名字 依然怎么样呢 carry thunder 就是类似于中文中的成语 叫如雷贯耳 他的名声 依然带着雷声 就是大名鼎鼎 如雷贯耳 叫阿尔弗雷德大帝 我们知道 这个不是每一个皇帝 每一个国王 在名字后面 都有这个四个家 the great 这个大帝 一般是非常伟大的皇帝 一般是战功显赫 在历史上著名的皇帝 像中国康熙大帝 乾隆大帝 你要说光绪大帝 就差一点了 一般是什么伟大的国王 才有这个成语 注意这个语序 这是一个讲究 历史人名 后面一般加什么称谓 加外号 这是固定的这么一个说法 文文中 alfred the great 就是这么一个 后面the great 是对他的称谓吗 大帝吗 咱们再看几个 比如是Peter the great 著名的彼得大帝 这是战功显赫的皇帝 还有 在非常有名的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大帝 当时带兵 一直打到亚洲 这边来了 也是建立了 这个非常大的 庞大的帝国 亚历山大大帝 还有呢 像Cesar the great 著名的凯撒大帝 也是很有名气的 一直打到了 那个 黑非洲 凯撒大帝 还有呢 有时一些女皇 也很有名 像著名的 俄罗斯的Catherine the great 凯撒林大帝 有人在后面加 the great 注意之意要大帝 那么 倒不一定 后面都说大帝了 其他的称谓也行 英国历史上 有个著名的国王 叫Richard the lionhearted 叫狮心王查理 这个lionhearted 表示像狮子一样勇敢的 咱们 中国人形容 英勇 英勇叫猛虎 但是欧洲呢 没有老虎 狮子特别多 所以他们用狮子 表示勇敢 the lionhearted 也是称谓外号 对吧 这个l 同样的大邪 诗心王查理 同样的 George the fifth 乔治武士 那么是第几世 他也是用 用这个叙述词 放在名字后面 也是一个称谓 可以这么说 还有咱们刚刚见过的 William the conquer 征服者威廉 对吧 也是这么来说的 注意这是一个 固定的称谓 就是人名字后面 加上 这个他的一些什么 称谓或者外号 等等等等 这么一个搭配 好 回到其中 阿安福的大帝呢 怎么样呢 亲自充当自己的间谍 注意act as 是个多译的动词单语 在本文中表示 担任某个工作 而且一般是临时性的 就平时我不是做这行的 但临时担任这个工作 注意这个精确的 这个动词阿姨 这样咱们作文中 会用得准 你比如说 My brother speaks French He can act as interpreter act as后面 如果表示个职务的话 前面可以不加棍子 这是固定用法 我的哥哥呢 说法语 他可以充当我们的翻译 interpreter是口译 口译员 现在同声传译员 叫 simultaneous interpreter 就是这个 但是说明我哥哥平时不是翻译 他可能做呢 在法国公司里面工作 但是法语很流利 他可以临时充当我们的翻译 这个称为act as 是很合适的 但文中用的恰如其分呢 因为阿尔弗洛德这么说了 他本职工作 是当国王的 当这个间谍 是他临时担任之工作 他本身并不是工作 不是间谍吗 但是他的第二个意思呢 咱们早就讲过了 表示当做什么什么东西来用 咱们在三册就见过 这个时候他相当于 be used as serve as和function as 大家还记得吧 我们在第七课 那个蝙蝠那个时候讲 并不是每个动物发出声音 都是当做 这个语言来使用 当时讲过serve as 跟act as是类似的 是当做什么东西来使用 咱们再回顾一下 在第七课 41页的第一行 41页第一行 Not all sounds made by animals serve as language 咱们讲过 这是一个部分否定 并非所有动物发出的声音 都是当做语言来使用的 这是service 这个用法 好 这act as两个意思 咱们回到剧中 阿尔弗洛德大帝 亲自充当自己的间谍 然后呢 visiting Danish camps 这是一个可以看作伴随壮语 修饰被动词acted as 那么他怎么样呢 就到了丹麦人的军营里面去了 怎么去的呢 disguised as a minstrel 就是装扮成了一个 银游歌手的模样 这个disguise 为什么过去分词呢 因为它是极无动词 它是把a装扮成了b 但阿尔弗洛德呢 应该做他的宾语 现在呢 宾语当了逻辑主义了 那只好用过去分词 就被动的 被装扮成了这个模样 我们再读一下动词 disguise disguise 注意这是个极无动词 你比如说 the king disguised himself as a peasant 这个国王把自己打扮成了 成了一个农民的模样 这是主动结构 在后面就要反正代词了 这是把某人打扮成什么模样 那么经常我们就可以用过去分词 当着状语来用了 装扮成什么模样 然后再做模式 当做一个状语来用 非为动词 这个非为动词 如果逻辑主义就是个人本身 那应该有过去分词了 是被装扮成这个模样 你比如说 he escaped across the border disguised as a priest 为一动词是escape 对吧 他逃离了国境线 穿过国境线逃跑了 怎么逃跑的呢 方式状语是disguised as a priest 打扮成了一个牧师的模样 因为呢 逻辑主义就是他们 他是被打扮的 所以过去分词就好了 本文中也证实这么一个用法 那把某人装扮成什么模样 怎么回顾 在三次还讲过 可以用这个dress somebody up as 也是把某人装扮成是 是什么 但是这个dress呢 就是集物不集物都可以了 集物也行 不集物也行 把某人装扮成什么模样 咱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the king dressed himself up as a peasant 国王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农民的模样 在这个搭配里边 后面那个himself就加也行 不加也行 因为这个dress 集物不集物都可以 那同样的 他做过去分词 当放式状语来自于用的时候呢 跟这个disguised as一样的 因为他可以当集物动词来用 所以经常用过去分词 当非为动词来用 dressed up as就类似于刚才的disguised as 咱们再看一看 本文中可以替换一张 Alfred the great acted as his own spy visiting Danish camps dressed up as a mistral 意思是一样的 也是装扮成打扮成 这个非为动词 我们在三册就见过 回顾一下三册的第四十课 就是真假难辨 这课书 三册四十课 他说 When a student recently saw two workmen using a pneumatic drill outside his university He immediately telephoned the police and informed them that two students dressed up as workmen would tangle up the road with a pneumatic drill 当一个学生最近看到 两个工人使用风钻 在他大学外面 开造路面的时候 他立刻给警察打了电话 也通知他们说 有两个学生 注意 dressed up as workmen 在这儿是 未语动词 还是非为动词 到这儿是看不出来的 因为dressed up 他 这个急物不急物都行 在这儿是看不出来的 但在往后看 ward tearing up 好了 那个ward tearing up 这肯定是未语动词了 那be doing是进行时吗 过去进行时吗 那既然这个是未语动词 那前面这个dress up as 就不可能还是未语动词了 两个未语动词 没有连词撞在一块 这个错了 那只能是非未语动词了 这是不是相当于dressed up as 是不是相当于disguised as 对吧 被装扮成了工人模样的 两个学生说明dress up as workman 是后制度于修士 这个two students 然后未语动词才是 正在用风钻 在开凿路面的 这个dress up as 跟本文中的disguised as 是可以替换的 这是我们看到 装扮成了这个非未语动词的用法 好 再回到文章里面来 第二句话说 in those days wandering men's shows will welcome everywhere 在当初啊 浪迹天涯的银游和手 在处处都受欢迎 这能是解释 他为什么是装扮成 银游歌手呢 不是装扮成什么卖东西的 什么卖耳巴勺的 不是装扮成妓女的 为什么装扮成 银游歌手呢 因为当时银游歌手 在处处都受欢迎嘛 这个in those days 是在当年 想当初 这个李老师特别强调过 这里要加这次in 不能单独用those days 不行 得用in those days 我们回顾一下 三册的第21课里面 三册21课就是丹尼尔门多萨 in those days boxers fought with bare fists for price money 在当初 拳击手是为了这个奖金 赤手空拳在比赛 就当年 好多年前 当初的情况 但是我们说 当今现如今 却不能用in these days 要不那个in去掉 这多讨厌 没办法建一个计一个 我们大声嘴变 these days 当然相当于today 或者nowadays 叫当今 或者现如今 这个我们三册第四课就见过 咱们再回顾一下 these days 当今 people who do many work often receive far more money than people who work in offices 在办公室工作的 在做体力工作的人呢 往往收入 比那些在办公室工作的人 收入多得多 当今 叫these days 这个不能加in 好 看下面第三句 他说了 they were not fighting men and their harp was their passport 他们呢 并不是作战人员 这个fighting men 可以表示作战人员 跟战斗有关的人 他们不是这边的 也不是那边的 是走街半场的 对 而且怎么样 and their harp was their passport 并且他们这个 竖琴 就是他们的通行证 这个 在这儿用了一个 暗语的求词方法 就把竖琴 直接说明是通行证 这是做了比喻 却没有比喻词 没有出现像 这样的词 当然这个passport 在当代体系里边 一般叫护照的意思 但英国人 都能passport 前面发a 后面发o 都能passport 但在美国人 都能passport 这个a变成a 这个o变成or 加卷出音了 属于passport passport都会碰到 这叫护照 你想 British passport 叫英国护照 Chinese passport 中国护照 古代的没有护照 这么说 passport就是通行证 就好了 那么跟他做个便系 就是那个签证 护照上按一个张 这叫签证 叫visa 注意不要读visa 中间发z的声音 在里面 visa visa 这叫签证 当然有些国家之间 关系好 是免签证的 这个像work visa 工作签证 student visa 学生签证 tourist visa 就是旅游签证 等等等等 这是签证 本文中这个地方 老师说了 用了一个暗语的修词 这个暗语呢 叫metaphor 叫暗语 是修词方法的名称 本文中呢 暗语 暗语呢 往往比名誉 它更加高级一些 它是比喻 却不落比喻的痕迹 名誉是什么意思呢 名誉往往有比喻词 像like 像as 像什么什么样 往往有比喻词 但是暗语呢 把本体 预体 说成一回事 往往效果更加好 但是本文中这个暗语呢 有一个特征 它直接把预体 说出来是什么了 是什么呢 就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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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竖琴 说成就是通行证 这种暗语的 就是方法 咱们有个名字 叫预体直辰式 就直接辰述 预体是什么了 把本体 预体 直接说成一回事了 这个 我们也再看一些例子 College It's a comma of a sentence of life 大学 就是人生长句中的一个 逗号 你看我没有说 就像什么什么样 大学就是这个 人生这个长句的中的 一个逗号 你看我直接本体 预体说成一回事了 这预体直辰式 逗号这个预体出现了 直接说出来了 对吧 She was an angel of a wife 她是一个天使般的老婆 直接把老婆说成是个天使 Angel 我们以前说过 用off这个介词呢 可以做比喻 那么前面是预体 后面是本体 不是像老婆一样的天使 而是像天使一样的老婆 但毕竟没有比喻词 直接说 这个媳妇跟天使一样 对吧 这预体直辰式 但是我们还有一种 叫预体全饮式 这个未来到了 第十课就会碰到了 什么叫预体全饮式呢 它做比喻 但是预体根本没有出现 被藏起来了 但读者却知道 比喻的预体是什么 为什么 它我们用动词 表现这预体特征 让读者能猜测到 这预体是什么 咱们来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第十课 咱未来会碰到 59月第四到第六行 59月第四行到第六行 看这个啊 随着这个制造一块芯片的时间和成本 已经下降到了几天和几百美元了 那么工程师们呢 就可以很快自由地 让他们想象力在空中翱翔 而不会因为昂贵的失败 而蒙受经济上的重大损失了 因为即便失败的话呢 就几百美金的事 就几天的这个成本 所以成本不够 让想象力在空中飞翔 这是比喻 把想象力比成什么呢 比成birds 像鸟儿一般 就天高任鸟飞 在天上飞翔 但是它没有出现鸟儿这个预体 但我们就知道比喻的是什么 这预体全意识 再比如说 我们以前见过 培根爵是著名的of studies 就是论读书 这里面的一个名句 咱们再回顾一下 some books are to be tasted others to be swallowed and some few to be chewed and digested 他说有些书呢 浅尝即可 其他书呢 应该胡伦吞下 只有少数书 值得咀嚼和消化 你看 把书做了比喻了 比喻中什么呢 比喻中food 就有着食物嘛 你看品尝啊 吞咽啊 咀嚼啊 咀嚼啊 消化啊 书比喻成了食物 但食物这个预体却没有出现 这也是这个预体全饮食 整个把预体藏起来了 有些书浅尝即可 就是些什么 纯粹小说啊 或什么 什么 那个看新闻的花边消息 这看完鸭鸡就扔了 有些书呢 胡伦吞下 得重重道别整个读一遍 这稍微重要一些书的 只有少数书 值得咀嚼和消化 仔细的品味 甚至把里面内容要背起来 哪些手术师呢 这个李老师手中就拿了一本 新概念英语第四册 这个书就非常值得咀嚼和消化 这都是近一两百年之内 咱们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大师 写的文章 而且都是文章中最精华的片段 这个值得咀嚼和消化 这是预体全饮食 整个预体藏起来了 但是这修词是非常妙的 暗语里还有一种叫预体半饮食 为什么呢 这预体啊 你说的没出现吧 它也出现了 出现了呢 却没有完整的出现 就是若隐若现 为什么呢 这个预体是用动词表现出来的 这个动词的名词形式 就是预体 但是它本身却是个动词表现的 叫预体半饮食 咱们看一下例子 从每一个窗词里边 都探出了很多脑袋 想看看这个事 这个crane 叫探出去的意思 它是个动词 c-r-a-n-e 在这是个进行识的 在这是进行识 后面叫I-n-g的去掉语了 但crane做名词 是仙鹤的意思 仙鹤呢 脖子特别长 容易把它探出头去看 把这个人比喻成像仙鹤一样 探出脑袋往外看 但是crane它是个动词形式 你说没看到吧 这预体吧 但预体也出现了 出现了吧 它不是名词 它是动词 预体半饮食 再比如说 He doesn't have an idea of his song He just parrots What other people say 它根本呢 就没有个人观点 它只不过是呢 英武学者在学别人说什么 他跟着说 这个parrots 是模仿别人说话 parr本来做名词 是鹦鹉的意思 把这个人比喻成了鹦鹉了 但鹦鹉的名词没有出现 这个parr模仿 某人说话是动词 但却看到了这个鹦鹉 这个默默狐狐看到了 就是预体半饮食 你说的没有吧 它也出现了 出现了吧 它又不是名词 预体半饮食 再比如说 Heavy silence blanked the room 整个一个沉沉的 这个沉默安静的 笼罩了整个房间 笼罩了整个房间 Heavy silence 这是整个的一个沉默 这个很压抑的这种沉默 怎么呢 笼罩了房间 blanket blanket the room blanket本来做名词 就是毯子的意思 把这沉默 比喻成像毯子一样 把整个的屋子都压住了 盖在底下了 毯子本来又很沉呢 但毛毯 毯的这个词 名词没有出现 出现的是动词 这也是预体半饮食 Heavy说 They stormed the speaker with questions 他们暴风雨般的 向这个演讲人 提出了问题 他们把他们的这个提问 比喻成像暴风雨一般 但storm这个词 名词没有出现 出现是动词形式 咱们再看一个 比较难的句子 这是我们在这个 直立的写作考试里边 这个艺术的一个范文中 出现的这么个句子 咱们开始怎么说的 I would argue that although it may be a benefit to study classics and be well-schooled in diverse disciplines these pursuits merely refine and hone an ability each and every person has the ability to study human nature 这个稍微来一些 他说我呢 愿意辩称说 尽管呢 要学习经典 并且在各个不同的学科里面 加以磨练 确实可能是一个 有好处的东西 前面这个it呢 是让步状艺从具里面的 形式主语 真正主语是 to study classics and be well-schooled in diverse disciplines 这是真正主语 这是一个好处 classics叫经典 那school当动词 是磨练的意思 但是怎么样呢 但是this pursuits 这种追求 或这种我们要做的事情 仅仅是精炼了 并且去磨练了 这样一个能力 这个howen 叫磨练的意思 使得变得锋利 磨练 这个howen 本来做名词 是磨刀石的意思 把这个 这个东西变成 比喻成磨刀石了 可以磨练我们这个能力 把能力变得更加尖锐 变得更加锐利 但是磨刀石 这个词没有出现 出现是动词形 是磨练 但你说没出现吧 他howen做名词 就是磨刀石 让读者若隐若现地 看到了 比喻成磨练的能力 是什么能力呢 研究人的本性的 这个能力 这个the ability 重复一遍 是把前面 这个知识 我们到四册 二十四可会讲 这个howen 在这里 就是预体 扮演式的 是一个预体 直层式 直接说来 就是他们的通学证 好 因为他从小呢 就有一些积累 你看意不压身 就这个道理 后面说了 Alfred had learned many of their ballads in his youth and could vary his program with acrobatic tricks and simple conjuring 说阿尔弗雷德呢 在他年轻的时候 就学了很多的 他们的一些 这个民间的一些歌曲 一些民谣啊 就这么一个 并且呢可以呢 用一些什么戏法啊 一些变魔术啊 使他的这个节目 丰富多彩 不注意单调 这样你光会唱曲的话 唱两天 人烦了 给你轰走了 他还吹拉弹唱 样药都行 多才多艺 这个是这么一个人 所以呢 能长期住在 丹麦人的军营里边去 这丹麦人没想到 国王会这么有本事啊 吹拉弹唱 这个这个 这都行啊 那不光是会唱歌 一会儿走钢丝啊 吞宝剑 吞铁球 那这个这个 他都会啊 这个很厉害啊 这里面出现一个 in once youth 有的时候呢 也可以用in youth 强调是某人的 加个once 什么意思呢 在某人年轻的时候 这个use 一般有多大呢 一般就十六七岁 到二十二三岁之间 就一般是在上高中 上大学 这个年龄段 十六七岁 到二十二三岁之间 就use 叫青年时期 这个在三册 我们就见过 三册的二十四颗里面 咱们见过这个 in once youth 对吧 咱们回顾一下 三册二十四颗 叫贵中窟窿 这个书 这读者啊 and when he raised in the final pages of the novel that the heroine the old lady who had always been so kind to everybody had in her youth poisoned everyone of her five husbands 这读者啊 那头发都立起来了 当什么时候呢 当他这个 这个 他在小说的最后几月 读到什么呢 这个女主人公 一个对每一个人 懂之这么很善良的 慈祥的老太太 那在年轻的时候 把他五个老公 每一个人都堵死了 读到这个时候 我们毛骨所人 吓了一跳 incred youth 就十六七 到二十二三岁的时候 可能同学们 还在上大学呢 这个女人已经毒死五个老公了 这看出差距了 这在年轻的时候 in her youth 在以前人结婚得早 那时候死得也早 in once youth 我们再回顾一下 以前说过那个 爱因斯坦的名句 I live in that solitude which is painful in youth but delicious in the years of maturity 他说我一直生活在 那种这个独处的状态 solitude就是独处 一个人独处 这个独处怎么样呢 在年轻的时候是痛苦的 但是在成熟成年之后 却是令人愉悦的 delicious 把它叫好吃的 派生意 通感了 就令人愉悦 精神愉悦的 独处在年轻时 一个人坐不住 但成年之后呢 自己的精神就是一个花园 他独处 没有别人打扰 反而更开心 在年轻时 in youth 就是在十六七岁 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 他一个人坐不住 等六七十 老了之后呢 慢慢就踏实了 就像范伟说的 到那个时候 荷尔蒙也不分离了 我也就踏实了 这个爱因斯坦就踏实了 年轻的时候坐不住 in youth 这个本文中也是 在年轻的时候呢 学了很多 valad 就是民谣了 民谣歌手嘛 学了一些民谣 民间歌曲 并且呢 可以用一些什么 什么杂技的一些小的 小杂耍和简单的这个 编细法 使他的节目 这个节目丰富多彩 这个后面出现一个 could vary his program vary 这是个极无动词 是什么意思呢 使多样化 make something different by introducing changes 通过引进一些变化 使这个东西不同 使多样化 注意vary 当这个意思 是非常常见的 我们看一些例子 to obtain the nutrients you need vary the foods you eat 这还押韵呢 是个谚语了 为了得到你需要的营养 必须饮食 吃的东西要多样化 什么都吃 适可而止 vary the foods 就让你吃的食物呢 让它丰富多彩 富于变化 这个food表示数量不可数的 但是表示 这个种类是可数名词 食有变化 vary 还有好多搭配跟它类似 比如说 add variety to something 跟vary当起游动词 还是类似的 把里面添加多样性 不使多样化吗 variety就多样性 不一样 或者呢 diversify也是使多样化 使负于变化 那多种多样的形容词 不就diverse b-i-v-e-r-s-e 对吧 diversify就使多样化呗 但有的人也把它都用diversify diversify 第一个i发a 发i 都可以 甚至用add color to add spice to 往里面添加一些颜色 往里面添加一些调料 都可以表示使多样化 添加颜色 使得更漂亮 添加调料 使得更好吃 但是总而言之 避免单调 使多样化 咱们这几个搭配 分别读一下 very add variety to diversify add color to add spice to 这个搭配都可以背起来 当然这个color 用的是美式品写 英式品写 把or 混成our就好了 这个我们也复习复习 咱们在三册见过的 在三册的第31课 这个可爱的怪人 那边出现了这个add color to this invariably wins them the love and respect of others for the add color to the now routine of everyday life 这总是为他们赢得了 他人的爱和尊敬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给平淡的日常生活 增添了颜色 使平淡生活赋予变化 就是怪人呢 有的时候大家也喜欢 大家看到每个人都一样的话 我们说的生活很无聊了 对吧 我们有时候呢 增加一些有趣的人呢 跟大家不一样的人 比如我们单位里 我们同桌坐着芙蓉姐姐 这个我们可能也觉得好玩 她给我们生活增添了一次颜色 可以这么说 好 这个第一段 跟老师就看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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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